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笔有不同的形状 比如说有我们最常用的平头笔 然后这种是圆头笔 然后还有一种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这个叫做鸭舌笔 或者叫针头笔 针形笔 针子针 针形笔 还有像我们常用的这种刷子 大刷子 还有刷油漆的刷子 还有扇形笔 像一个扇子一样的形状 扇形笔 我们看一看每种笔的特点跟作用 首先是平头笔 它比较能好的吸收更多的颜料 它的侧风可以画出比较细的线条 我们做一个演示 这个平头笔 看看如何来画出不同的面跟线跟色块 如果你平时用你平着去画一笔的话 因为它颜色可以占的很多 它前面刚才说的那个镜与的部分 可以保留很多的颜色 画下这个笔触 这个笔触可以是 里面是有激励的 你可以看它不是非常匀的 然后如果您用它的侧风 你可以画出比较细的线 甚至你可以画出一些点状的 一些细线 点状的 甚至做一些不同的笔触的激励 这是我们说平头笔 我们很常用的 这种平头笔很常用的 侧风可以画细线 它平头的这一边 就可以画出一个比较宽的 短毛的这种平头笔 它相对的硬度会高一点 就是它的笔的硬度 因为它的毛集中的比较短 所以它比长毛的要硬很多 它的颜色可以画出 比较有这一辆的这种笔触线条 但是它相对的 它的笔上能保有的颜料就少一点 就可能不太适合图大面积的颜色 但是小笔触的一些 比如说你喜欢画那种 印象派的点的画法 那可能用这种笔会很好 好下面我们看一看圆头笔 这种圆头笔呢 我们拿小笔做一个演示 那大笔跟中号的笔 可以看看形状 它的形状呢 它中间肚子的部分会比较宽厚 它会承载更多的颜料 所以这种笔如果用来做大面积的涂色 还有快速的涂抹 比较好用了 那它画出的线条 然后跟刚才用的平头的这种逐总笔 就差不多的效果 就是它会比较有粗犷 那种比较有力的线跟一些色块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 换一个颜色来用 那它这笔我们可以用快速的线条来试一下 它是什么样子呢 它颜料 你可以发现我蘸颜料蘸的不多 它会有这种脱的这个笔痕的这种感觉 那如果我蘸的颜料蘸多一点的话 那它里面让它承载更多的颜色 那它的这个笔触 它可以反复的去在这个画面中涂抹 那形成一些激励和笔触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这种激励跟笔触的效果 包括你可以做一些竖线的排列 还有最方便的是它用作点画法 跟刚才我们用短头的平头笔 那有这种同样的感觉 那但是圆点和平点还是不同 圆头笔的部分呢 我们再看一看其他的圆头笔 比如说这种人造的毛 人造毛圆头笔呢 它画出来的这个线 如果我占媒介器带人多一点 那它就比较稀 可以画很具体的形状 可以描绘非常具体的形状 但是它不太适合大面积的涂色 因为它第一笔比较小 那就是它的毛呢很软 做不出这种笔触的效果 还有一种比较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已经用的完全磨损的很严重的笔 那么这一类笔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继续用的 用在什么地方呢 一些比较粗糙的机理 比如说这个粗糙的一些机理 它依然还是可以用的 就是说画 随便画一个什么形状 用这种粗糙的机理的侧面或者正面 去画出这种 还是继续可以使用 所以这个就看我们去怎么用它 需要画在什么位置 用不同的工具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看看扇形笔的使用 扇形笔呢 多用在把颜色画开 融合一些 你觉得这些笔触太过于硬 太明显的 你想要让它变得柔和 可以用这个扇形笔来做到 多用在一些画风景里面的 比如说画倒影啊 画云彩的边缘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把刚才的颜色呢 做一些调和跟柔和 你会发现它的面的这种刷的痕迹 就颜色之间的相互融合 包括是刚才画的这块颜色 它是可以把颜色揉在一起 刚才这几块颜色都可以揉在一起 包括跟这边相接 颜色是非常的柔和的 那你如果想达到这种 朦胧的这种效果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用这个工具 还是很好用的 可以把颜色画开 那说到扇形笔呢 我想到以前最早 我看到小时候 看到那个市场上有卖的那种 叫商品画 或者叫行画 就是画那种俄罗斯风景 或者那种英国风景 他们经常把这个笔 然后剪成一个扇形 为什么剪成扇形 因为这样画叶子很方便 就是你站上颜色 点一笔就是一片叶子 然后点一笔就是另一片叶子 就这么排列起来 比较方便的可以把这个画画完 因为是要快速画下去 快速画完它 然后拿去卖 所以它的艺术性当然就不高 但是 其实还想想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把它用同样的一个笔 或者是它剪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比如说大小不同的这种笔号 然后简称扇形 半圆形 就开始往上摁 这些颜色都不是画了 就是把颜色站上去之后 就把它摁在上面 一个一个一个 然后树叶就这么一层一层罗列出来 这个画画人做出很多方法 去来营造不同的效果 当然这种方法呢 你想想看 现在其实很多的作品 做机理的时候 用上各种手段 不一定非说 这种扇子笔是不好的 或者说它是 我们都叫行画 或者说它是艳俗作品 其实现在很多 你帮我拿报纸 捏成团 然后蘸上颜料 或者拿一些沙土 做机理的底 然后再拿硬刷的刷上去 很多方法可以做出不同的机理的效果 然后这个就看我们的需要和需求 所以任何一种表达方式 都是合理的 那这个就说有点远 那我们继续说这个材料 我刚才说完这个扇形笔 是用来做这种相对 可以颜色相如何的这种 这种效果 那我们再说说更大的一种笔形 就是刷子 刷子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大号的 珠宗的平头笔 更大号 或者这是油漆刷 就更大号 这个油漆刷很便宜的 几块钱一个 我们在画大尺寸 大画的时候就显得特别好用 它的笔触会跟我们平时用小笔画出来完全不同 或者一拽就掉了 你看这个质量 胶里面是正好把它拽下来可以看一看 它里面是用胶 大概是白胶 然后把底下的这些毛都固定在一起 粘在一起 然后这一面就跟这边金属箍的部分 然后把它粘起来 但由于实验场泡水 在这就松动了 因为金属跟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是一体的 实验场就松动就开了 然后这个金属箍可以看一下 它是非常薄的 用手一捏就捏进去 我们这种来笔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些问题 那我们看看刷子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那是硬刷的效果 那我们还是蘸一些颜料 注意看这个 你看它这个 我刚才用了两种颜色混在一起 然后直接把它画到画面上 那它这种比较大的机理的笔触 跟这种柔和的是不是有很强的对比 所以就你画面需要什么样子 就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法表现 那这个是刷子 那这个可以带上走是什么样子的 一样子的性格 这类型是用二种颜料